描述剑洞人故事的感人电影《第三个愿望》 15日在台北举行首映会 除了有导演黄明正和男主角吴康仁发表感言外 也有名模摇彩影《道场》为病友和亲属加油打气 希望透过片中父子秦深的故事 让大家了解剑洞人的困难 同时鼓励病友勇敢走下去 看路啦 爸 我们为什么 第三个愿望是描述一对相依为命的父子 荣光和小枫 虽然生活困苦 但却没有减损彼此的关爱和对生命的热情 一天荣光在不知倒地后 才知道得了剑洞人疾病 荣光拿出小枫送给他的生日愿望券 而第三个愿望他保留在心里 虽然他生活在非常困难的环境 可是呢 他非常积极的 而且努力的活在当下 这就是我看到的剑洞病友们 他们对生命的那种认信 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 名模姚采颖和剑洞病友近距离接触慰问 导演黄明镇在台上分享拍片心得 他也许是一个上天掉下来 一个不可回避的礼物 然后这个礼物让我们想到更多的东西 可不可以把小枫让给我 片中小枫的母亲姨盈想要要回小枫 并魔缠神的荣光必须面对亲情的割舍 这让吴康仁在剧中感受到父亲无私的爱 我所感受到的不是疾病的痛苦 而是疾病痛苦之余 你必须要面对你跟家人的取舍 他在考验着当病痛以外 我们还有什么东西 我们还有的在这部片里面 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就是爱 一种无私的爱 一种没有理由 一种奉献的爱 重要的是 我们都爱他 第三个愿望带给剑动人希望和感动 同时也告诉大家 罕见疾病的家庭 需要社会大众的关怀和帮助 新唐人亚太电视 国云开陈雨萍 台湾台北报道